好那第一個我們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個APP的 那您的這個APP應該說你的行動裝置打開應該有裝過很多不少APP吧 對不對 好那相機的真的很多很多 那麼您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這個下面 下面這邊我有把就是APP的網址列在這邊 但是你也不用call 因為這裡面所有的我們簡報面所有的這些內容 我都有幫您整理在這裡有一個叫做相關網址連結 好您從這邊進來這樣 喜歡的就連過去直接自己登錄 安裝起來就好了就比較快 因為 操網址要操錯吧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那麼它這裡面其實主要就提供了你現在看到下面這幾個功能其實有些 有些這個比較高檔的這個行動裝置事實上它都有 包括最新的像M8啦還是那個S5他們其實都有這些功能 像S4 像神獸S4之前還有HTC都主要強調像什麼全景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拍攝 那這裡它都有 還有一個它比較特別的 它比較移除不想要的對象 還可以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 原本這個功能其實在 網路上也有網頁版 不過它後來就是變成就是那個 付費的 那這個在這裡 有一個 移除不想要的是這個 因為拍照的時候難免怎麼樣 有時候拍到不想要的人 那你多拍幾張之後 事實上它就多張去合成 因為有的有拍到有的沒拍到嘛 那它會 讓你多張去選擇 拿幾張組合起來 變成你要的 變成你要的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後面有demo 那群像這個也是啦 因為 尤其是拍大合照的時候難免會有人眼睛閉著嘛 有人眼睛開 對不對 那有幾張可能這邊表情比較好 那邊表情比較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 好的通通合在一起 事實上它其實這些功能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利用什麼連拍 連拍 因為我多拍幾張 就有可能 比較多的狀況我會拍到 那透過它的運算方式去 取得 那預拍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常常會看到 來喔來喔來欣賞喔 然後就這樣 123 結果 有些人 聽到那個閃下去眼睛就會特別閉起來 對不對 所以那個預拍也是 用連拍 反正你就按下去它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待會讓你自己挑 看你跳覺得哪一張比較適合 也可以這樣子 或者你全部都要 都好 那 還有一種的是 順序連拍 那麼這個呢我想 我們用這樣講 你可能很難了解 對不對 我們就直接看後面這一張 這個 叫做移除不想要的對象 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去這個 住民景點啊 難免都會有人走來走去嘛 那你只要有拍到 就是 也許這一張有拍到 可能這邊人在這裡 對不對那這一張拍到人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挑 那右手邊這個叫順序拍照 拍攝 這好像是S4的新功能 好像那時候啦 那時候有看到 那麼 這個也是連拍嘛 對不對 事實上也是連拍 就是把你的運動 過程把它這樣 反正 快門 按著就好了 它自動幫你 直接拍 那當然 拍照的 張數 你可以自己 設定 但是快門的這個 快慢就取決於你的硬體了 因為 硬體比較好的 當然速度會比較快 連拍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再來 有沒有 這個叫做 群像 因為有些時候 對不對 會像這樣子啊 拍的可能不是很滿意的 可以挑望過來 好那 右手邊 這叫HDR 中文翻作什麼 高動態範圍合成 事實上其實說真的 這些功能 在我們的電腦版本 早就有了 現在只插在說因為你在行動裝置上 所以它就讓你 拍照的時候就直接做 也不用拍桌 動作 它就幫你做好 好那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一張其實 高動態範圍事實上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它其實主要就是一個 一個數值 一個名詞叫做曝光 各位平常沒用這個 沒有但是 有沒有常常看到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加跟減的 那個就是曝光 對不對 那其實你看我們的圓圖 你看我們的圓圖的話在這邊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左邊是 圓圖 右邊 有沒有發現我們以這個房子 來講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對不對 好不一樣 那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圓圖我們一般在拍的時候 如果你的照片是剛好比較暗的 就是它 這裡比較暗的 我們拍起來很抱歉 暗就暗了 是不是就不行了 相對如果你要拍日出的時候 人站在前面效果也不好 因為這樣就叫背光 對背光 那像這種情形 它其實 一樣透過連拍 可是它去調整它的所謂的曝光值 也就是當我今天 要把這裡 變亮一點的時候 我的曝光值可以增加一點 這邊曝光值就比較多 變得比較亮 但是相對的 這邊太亮之後 請問這裡會變 就比較歐格一點 所以它會有什麼 有一張 暗的 一張正常的 一張亮的 那所以三張合起來 就會讓所有地方都看得很清楚 至少三張 好至少三張 所以呢 這個先講原理 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呢 我們在那個 這個裡面可以實際看一下 好 那看完了這一個之後 我們先來看看 行動裝置上的 實際操作 好 在這邊 這裡就有了 打開 這個 進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 那個 說明 好會有說明 那如果你不想要 老是書籤的 你就要動秀就好了 他就不會再修出來 好按OK 好進來 這樣各位就 上鏡頭啦 像這樣子 請問你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我們後面這裡比較亮對不對 可是前面這邊是不是都按很多 所以我們來找看看那個在哪裡 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曝光紙 上面 加減 我可以先點這個鏡頭 看一下 標準的 其實我們相機也都會有 我們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在正負二之間 正負二之間 你看我把這個量 我先把它 變正的 有沒有發現亮一點 有嗎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話 後面窗簾那邊完蛋了 後面窗簾那邊完蛋了 是不是 過 太亮了 相對的 我們再把它 變暗一點 變暗一點 有沒有發現窗簾的細節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 有沒有發現那邊細節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可是人 本來暗的是不是變得更暗 那如果這種情形的話 我們就 不方便 直接這樣一張 自己手動一張 所以我們就請他怎麼樣 來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從下面這裡 這個地方 這裡 你可以選擇 我現在預設在單張 Single 有沒有 你們還沒看到 有沒有單張 這個有中文的 所以應該 應該不用太緊張 好 那單張你可以選擇連拍 也可以你看右手邊有沒有 叫包圍曝光 對不對 好那HDR事實上這個都很像 只是HDR是直接幫你做 直接幫你合起來 那麼連拍是 他會 同時拍很多張 那我們先看這個 HDR 好那 我們就 我就馬上按下去了 你可以看一下 事實上他會拍好幾張 那拍完之後他就馬上做處理 好 這邊已經拍好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好 你有沒有發現 比我們剛剛看起來 這裡亮一點 可是窗簾這邊細節是不是也還在 這樣了解的 其實 反正就是電腦上的功能 本來應該要電腦做的 現在在怎麼 相機拍的時候就做好 插在這樣子而已 那 類似像這樣功能 其實他還蠻多的 那麼我們另外像 這邊還有一個是 全景的 還有順序照片都在下面 都在下面這邊 好在下面 像這個全景的部分 其實也還不錯 比如說我如果要全景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鏡頭的角度會怎麼樣 沒有那麼 廣角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他一樣進來會有像這樣說明 會有說明 那你只要 按下去 好假設我要從這裡 我就從這裡開始拍 這是第一張 然後呢你會看到他 上面呢 會有一個有沒有看到 粉紅色的 對不對 那你移 移過來 來 有沒有發現他告訴你要怎麼接 等到你移到 適合的地方他就會自動幫你再拍一下 他會自動的拍 這邊又拍一張了 然後你再繼續往右邊移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的手 你的手會很抖動的 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好因為我現在現在有在講話嘛 所以可能 效果比較差 他就會 就是 自動幫你看 有接到了 他就怎麼樣 自動幫你拍下去 再把你做拍照 再轉 直到拍完為止 這樣 那他就一樣 在下面這邊會自動把你做 接起來的動作 那其實如果你 你的相機本來就有這個功能 那當然就OK 那麼如果沒有的 其實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好 我剛剛有稍微比較抖所以效果比較差 但是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從這邊拍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大家都可以有空試看看 因為其實 真的APP很多 那重點在說你怎麼去找到適合你的 適合你的 那麼 這裡呢 還有一個 我先用單張的 還有一個你可能會 用這個APP的時候 你會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放大縮小 我先把這個資訊收起來 他放大縮小在左手邊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鏡頭的拉近拉遠 有沒有發現這樣拉近拉遠 對不對 在這邊我們一般大部分都是直接在 畫面上直接 用雙手嘛 對不對 那這個比較特別他是從這邊 從這邊去做的 這個 這個 我把那個關掉好了 好 這樣就不會了 有沒有他是從這邊來的 他從這邊來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 注意一下因為剛開始用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那麼如果你要看到你拍照資訊 你把 整個畫面往左邊拖動 你就會看到 有這個 有沒有 九宮格的跑出來 九宮格跑 那你的這個資訊都在上面 資訊都在上面 這樣 OK了嗎 我先介紹到這邊 那您可以去看一下那個Google陪列上的介紹 好那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 實際操作應該各位比較有實戰的感覺嘛 對不對 你比較了解說那個 實際上操作大概是什麼樣子 不然的話 只是透過畫面講 可能 你比較不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們 我們 來吧 我們 來吧 我們 感谢观看